在這個話題 海話真是蠻以類罪 現在就是 香港 從今年開始的一月中 未來的年尾 每天都有 以香港為一個中主站 取得香港身份證 往外國讀書居留 即使不在香港 領取特區護照 都會在深圳居住 往香港工作 尤其是讀書 晚上回深圳居住 吃飯 在深圳居住 睡覺 住潮 所以小弟認為 從字面看 未來的房屋政策 當中 有關劏房問題 例如把舊式工廠大廈 改建為劏房 但是 這四居民 不要被標籤 為 邊緣 輪候公屋居民 為什麼呢 既然 既然 居住由工廠大廈 改裝成為劏房 在社會上 即使填布 工作地址上 都會被別人標籤 所謂引發了 所謂的 新社會分化的 階級觀念 悲劇 當然不好 其次就是 有了臨時居住環境 地區的就業機會 公共配套設施 即是 不想住劏房 或者 不願意 將舊式工廠大廈 改建為劏房 改裝為其他用途 例如酒店 或者 衍生出 或者 增加 有些所謂的臨時 辦公 舖位 為香港增建 一些所謂的寫字樓 配套設施 我的意見 房屋政策 從中從 施政報告 是否中 除了加快公屋建設 除了加快公屋建設 例如香港新移民 房下新加坡做法 未來的建屋工程 有份參與者 必會優先 獲選 上樓 過程中 最少 在建築行業 參與公共 房屋建設行業 過程中 超過一年以上 當然我希望 不如被標籤位 然後 公屋的房路 亦都不太好 推銷地 認為 臨時 雙下 改 作為 有特色的 香港寫字區 是這樣的需要 但是過程中 公屋 推銷和 按著社會統計 都要審慎 興建和普查 也不要勉強 香港的寫字樓 雙下 多謝各位